杨夕女李专利用中华民国运彩工会理事长何玉琪名义 以开采券行为由招揽投资吸金案情越滚越大 29号中午何玉琪协同律师前往台中调查处 对杨女提高未遭文书、银行法及妨害免疫 她当然就是借由就是她是李专的身份 那她来做这个对她的亲朋好友 她来做一些这些引诱式的投资 说她可以全权代理我 那事实上不是这样子 因为我都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被她来冒名使用 所以我今天觉得是说我们来提高 就是来赠本金流来还我们清白 何玉琪表示杨姓女子冒用工会 及她本人名义对外招揽行骗 对被害人匡称 每个月都可以收到投资分红的获利 经媒体发布消息 又有被害人主动找上她 被害人数从20人增加到30人 受骗金额超过3000万元 那今天来到资料处 那针对文书、张网、杖器 还有我们要严谈的案件 那具体的内容我们检查出证 消负检调单会办理这些 那最主要是希望说 呼吁除了被害人切勿再被骗 那也希望检调单会均速 那这些事情终于终于结束 那最主要是希望 可观被告的财产能够获得共结 保护被害人将来球场的权利 我希望因为我都站出来了 我希望是说 这样子就是赶快来还我们清白 今天也不是说 被害人自己来找媒体 是我们这是发 被害人来找我以后 我发现这个事情 我觉得我不能呼吸 所以我主动提告 那我觉得捍卫清白是 本来我应该做的事情 和尤其表示 可能还有更多未出面的潜在受害者 呼吁民众不要受骗上当 如果已经有被利用诈骗 并持卫造运彩工会印章 及提供财券行假合约 对其情报好友行使投资诈骗者 请尽速联系运彩工会 记者陈文旭台中报道 请尽速联系列